非要精誠養 大笑不缺養 歡迎收看由宇宙養肺老字號 京都念慈安獨家冠名的脫口秀大會 哎呦 現場的朋友 我是MC哈的熱狗 大家不要再東張西望 不要再看了 今天阿岳沒有來 我跟阿岳是非常好的一個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年一起參加了 中國有嘻哈這個節目 沒想到很多人看了這個節目之後 真的覺得我跟他是一個組合 他們還幫我取了一個名字 幫我們組合取了一個名字叫做 狗陣組合 What the B 很多人看了節目之後覺得 怎麼張先生阿岳 好像都不太會講話 做為他的好團員 好戰友 老朋友 做為狗陣組合的另外一名重要成員 我在這邊我真的要幫他澄清一下 其實阿岳在節目現場錄製的時候 他其實講了非常多的話 但是後來全部都被剪掉了 所以阿岳不是不說話 是不會說話 像我就不一樣了 我就很會說話 不然你以為這個節目找我來幹嘛 打醬油的嗎 就算是醬油 我也是沾了芥末的醬油好不好 還有人說中國有嘻哈是一個盲選 因為我們幾個導師製作人都戴著墨鏡 那很多網友也在說 他看了節目這麼久 他從來沒有看過我的眼睛 你們想要看我眼睛嗎 你們是變態嗎 想要看一個人的眼睛到底要幹什麼 如果你們想要看的話 我給你們看沒有問題的 後面的學員你們好 大家照起來 照起來 偷看 大家好我是 Chris 吳亦凡 666為我的新歌瘋狂打扣 微信轉帳的話就直接轉給熱狗 因為他比較窮 舊舊老殘窮 好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戴墨鏡嗎 因為真的也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每個地下rapper 他們的那個態度 他們的氣焰 有多囂張啊 老子吃火鍋 你吃火鍋地料 你仔細想想 你不覺得這句歌詞 超級莫名其妙的嗎 我們素妹平生了 為什麼你吃火鍋 我要吃地料 還有人動不動 剛剛讓我等太久 我要把這裡給炸了 我們在台上 嚇都快嚇死了好嗎 所以還好有這個神奇的墨鏡 遮住了我們無助的眼神 即便我們心裡面 再怎麼害怕 我覺得你不行 其實今天 主持人也說了 其實本來今天歐陽晉 會來到現場 HIPPOP MAN RESPECT 其實我真的超級尊敬 HIPPOP MAN 但是我也要在這邊 跟老實大家講 其實我想真的 一開始我看到有一個人 戴著面具 穿著奇裝衣服 參加這個節目 我真的覺得這個 是不是頭腦有問題 是不是傻了 你沒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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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機有 我有 我有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傻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還講自己是嘻哈俠 我還忘家衛了 但是沒有關係 後來他一開口 我就知道 哇 這位大神 原來就是真的歐陽晉 你看他的技術 他的flow 他的韻腳 他的表演 他的態度 最重要的是他的中文水平 這個也只能是歐陽晉了 大家都知道歐陽晉的說唱真的太厲害了 尤其他的battle 他是battle界的大神 他在美國參加battle比賽 不知道幹掉了多少黑人 所以其實如果你叫我跟他比battle的話 其實 我肯定輸慘了 我想真的 但是如果要比脫口秀這種 講垃圾話的 他也不是我的對手好不好 這個就是歐陽晉今天不敢來現場的原因 什麼護照掉了 什麼什麼的都是騙子 嘻哈俠 我是脫口俠 今天我把你打得滿地爪牙 這種話也只能趁著他沒有來現場 趕快多想幾句 對 其實我真的有時候覺得脫口秀 其實跟說唱音樂是真的非常的像 因為其實我們的表演者都是不斷地講話 不斷地鋪陳 不斷地要丟很多梗出來 我真的覺得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你知道嗎 所以都是一種真實情感的表達 就像我們嘻哈的方式 如果你不喜歡一個人 不喜歡一件事情 你就用嘻哈diss他 脫口秀也是一樣 你看不慣某件事情 你就可以寫一個段子 去嘲諷他 對 所以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做個結合 一定可以寫出非常厲害的喜劇 你先用嘻哈diss他到哭 再用脫口秀把他逗笑 這不是就是傳說中的笑中帶淚嗎 我走上嘻哈這條路 其實還是很幸運的 當我在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浑浑噩噩 昏昏沉沉的 那一直到了大學就開始比較 開放 比較自由 就在這個時候 我聽到了嘻哈音樂 當時候一聽到的時候 音樂就覺得哇 好酷喔 怎麼會有一種音樂是這個樣子 就好像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非常興奮 哇 她是我的菜 直到今天 我還是依然初心不改 見到漂亮的女孩子 我還是非常興奮 2007那一年我入圍了 金曲獎 你知道其實我那時候是一個 地下剛出來的小夥子 你知道我一個這麼酷的歌手 我怎麼可能去參加那種 無聊的音樂獎項 對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不想去的 然後你要看看台下那些人 都穿著正裝 你會覺得跟他們格格不入很 別扭 對 所以那時候我的老闆 他就拜託了我去說 拜託熱狗 這是你一個很好的曝光機會 你可以踏入主流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就被他逼著去了 沒想到 我竟然還得獎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完全沒有準備得獎感言 這個是真的 是爆料 沒有人知道 我那時候完全是即興上台 沒有準備任何得獎感言 然後最後我在台上的時候 我就只好說 謝謝我的老闆 因為你 所以我站在這裡 不然我在網吧打遊戲 其實我記得我還說了一些特別感性的話 我說我真的非常 謝謝 也非常支持所有在Underground音樂 一直在做這個音樂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賺越來越多的錢 也可以浮上主流 你知道嗎 沒想到在十年後的今天 我的願望 我的想法真的實現了 中國有嘻哈 所有嘻哈都起來了好不好 我也希望脫口秀也可以跟嘻哈一樣 越來越受到人瞩目 越來越受到人歡迎 我想這一些 不是為了要善情 是想要告訴大家 老子十年前就很紅了好不好 Hey yo 今天是我第一次講脫口秀 可能講得不是那麼好 不過無所謂啦 大家開心就好吧 我是差不多先生不是嗎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普遍覺得 沒有以前快樂 生活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我的想法是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 不用太追求完美 有時候感覺對了 氣氛對了 就會有一個粗糙的美感在 就好像這個節目一樣 特別粗糙 但是你們 就這樣說